很多浪漫优雅的长裙超多款式总有一款是你的菜 细节请点击视频下方链接 说到中国最出名的综艺节目主持人 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何炯和汪涵 今年已经45岁的何炯 依旧保持着青春活力的少年模样 而且何炯也是小编我非常喜欢的主持人之一 不但台风好而且还能调动气氛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乐趣 在日常的工作中也是大家非常尊重的领头人 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哥 4月6日何炯在微博晒出一组照片 配文还记得那个可爱的拿苹果的雕像吗 后来他长大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而且是一名误碰一岛的脆弱的艺术家 何炯是快乐大本营的第一当家人 也是整个湖南卫视的主持人圈子中元老级别的人物 20多年来他与汪涵共同撑起了湖南卫视主持界的一片天 深受同行们尊敬 照片中何炯记上次的拿苹果小女孩雕像后 再次与雕像撞脸 这次的雕像是一个拉提琴的艺术家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 雕像手臂上还挂有写着误碰一岛的牌子 场面很是幽默 何炯自入行以来呈现给观众的始终是一个高情商 会说话的形象几乎没有什么围绕着何炯的负面新闻 提起他 大家都是赞扬 何炯此前就曾撞脸雕像 数一数今年比较火又有话题信的节目 都可以看见何炯的身影 45岁的何炯在台上仍然是稳健的台风 整档节目把握的游刃有余 足以见他的学识素养有多深厚 虽然何炯看起来还在20岁左右 可身上流露出的却是深沉稳重成熟和蔼的气质 随何可亲的性格和满腹经伦的才华 让他在圈内积攒了不少的人脉 也拼下了崇高的地位 就连湖南电视台的导演也得对他里让三分 岁月在何炯脸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45岁的他看起来还是一张娃娃脸 观众们笑称何炯是被岁月遗忘的男人 身高不是问题何炯温亲切灵活感和低调不喜张扬的风格 让他圈粉无数 在所有传统主持人里 何炯算是转型的最成功的一个 不仅在综艺圈混得如鱼得水 还尝试了电影话剧电视剧等领域 多年以前何炯曾在节目中说过 自己是一个内心非常封闭的人 从小习惯于自己去消化 自己承担 从小就希望把自己保护得很好 然后用最安全最周全的形象带给别人快乐 何炯主持的虽然以娱乐节目居多 但他的节目中却经常能让人领会一些人生哲理 你喜欢这样的何炯吗 看官们 本篇文章已经结束了 你看完本篇文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 觉得小编的文章写得不错的 请给一个爱心赞 如果有要吐曹小编的 大胆说出你的想法 在文章下方评论 小编会看到的 谢谢大家